达许公司在上周五5月10日宣布召会该公司旗下的黄金葡萄干产品 分别是3.5盎司、7盎司和14盎司的产品 原因是这些葡萄干含有未申报的亚硫酸盐 可能引起严重过敏甚至导致死亡 这些葡萄干被销售到美国的四个州 包括纽约州、信泽西州、宾州和密西根州 截至目前为止 未有任何与该食品相关的致病报告 这次的食品召回事件是经由纽约州农业和市场部抽查发现 消费者将食品拿到销售点退货可以获得退款 如果消费者有任何问题可以致电达许公司查询 新唐人记者柯林婷纽约报道